故事后,发生了一件趣事,哲儿一抛尿,尿在心床上,让新郎新娘没法睡觉,想不到躲过了一场奇货,捉住了山大王,得到赏银八百两。 新郎官姓于,名叫于文健,今年正好二十岁,排行第三。他娶妻胡适,亲朋好友都来祝贺。 晚宴的时候,新娘子顶着红盖头独坐新房,众人拉住新郎官灌酒,酒席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喝彩声,好不热闹。 大嫂贵氏,是过来人,知道新娘子顶着红盖头,无聊无趣,就抱着才两岁多的儿子小宝,来陪胡适说话。 小宝要到新床上玩耍,贵氏便脱了他的鞋,把他放到新床上。 那知道小宝玩耍了一会,突然撒起尿来。 贵氏惊叫着抱起小宝,已经来不及了,新床上湿漉漉一片。 贵氏好不尴尬,一连串的埋怨起小宝。 胡适赶紧劝姐,连说不碍事。 怎么可能不碍事呢? 此时正是夏末初秋,天气还非常炎热,床单被打湿一大片,根本没法睡觉。 按照老规矩,第一天新床上的东西都不能换,否则不吉利。 宾客散后,于文剑满身酒气的进来,掀开红盖头。 胡适扑痴一乐,指着新床,笑着说,这是你的折儿,送的大礼,今晚要干坐一晚了。 于文剑眼珠子一转,悄悄推开门,四处看看,家人和宾客们都休息了。 只有几个老表在一间屋里推排酒,灯竹点得明晃晃的。 他对胡适说,跟我来,今晚不睡心房。 胡适问道,你家还有空房? 新婚之夜不能换新房的。 于文剑吹灭蜡烛,拉着他的手,不由分说,往外走去。 来到村口草场上,于文剑搬来梯子,两人爬上中间一个大草垛。 于文剑躺在草垛顶上,看着满天繁星,兴奋地说,天为蚊杖,草垛围床。 这个新房,怎么样? 胡适躺在旁边,高兴地说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,跟着小伙伴们,在草垛里捉迷藏的趣事。 这稻草味真新鲜,这是今年早到的稻草吧。 于文剑说是的,这里是鱼米之乡,稻谷一年两熟,晚到也快熟了。 两人说着儿时的去世,一时半会没有睡意,转眼到了三更天。 这时,远处亮起火把,走到村口,火把熄灭了。 不一会,一行人到了草垛旁,大约五六人。 只听一人吩咐道,你们几个在房前屋后把风,我们去撬新房。 大家小心行事,千万不要弄出声响。 有一人小声说,你放心,大当家的,我放香的手段一流,保证给疙瘩债抢回压债夫人。 到时候,你快活的时候,不要忘了请弟兄们喝酒。 接着传来一阵痴痴的笑声。 那人喝道,少废话,赶快行动。 大家答应一声,分散开去。 疙瘩寨在五十里外的疙瘩山上,上面活跃着一群土匪。 看来,他们几晚来偷新娘来了。 带到他们走远,于文剑叮嘱胡适躲在草垛上不要下来。 他悄悄溜下草垛,把梯子藏起来,从后门前回院子里,溜进推排酒的屋子里,伸出手指在嘴边,示意他们不要声张。 于文剑把情况大略说了,吩咐几个老表分头行动。 割大寨的贼寇从窗口里燃了香,伸手一推,发现房门虚掩着,进到里面一看,竟然空无一人。 正在惊讶的时候,忽然听见一声锣鼓响,有人高声喊道,抓贼寇啊! 割大寨的贼寇来偷新娘了。 几个土匪慌忙反身往外逃,黑暗中到处是绳索,将他们绊倒,然后冲出人来,将他们捆住。 原来,于文剑吩咐几个老表,拿着绳子拴在各处,就像半马索一样,土匪们慌不择路,纷纷被绊倒。 土匪全部落网,其中就有土匪头子周歌的,一个矮矮胖胖一脸凶悍的男人。 天亮后,于文剑喊来理政,大家一起把土匪押送县衙。 县令赏给于文剑八百两银子,下令将周歌大斩首示众,然后发出布告,赦免歌大寨里的匪众们,既往不救。 歌大寨没有头领了,匪众们都下山回家务农去了。 想不到小宝的一泡尿,竟然捉住了歌大山的土匪头子,一时间成为去谈。 大家欢笑之余,都不禁暗叫好险,要是没有小宝这泡尿,新郎新娘的命运还不知道会如何呢? 宋徽宗时期,有母女二人,从北方逃难过来投亲,哪知道亲戚已经搬走,不知去向。 万般无奈之下,母女二人只得租赁了一间房屋,相依为命,艰苦度日。 母亲和氏,年已五十,女子归名薄荷,年约十八九岁。 和氏三十多岁才生育此女,老公去世早。 三年前,金兵南下,一家人南下逃难,半路上遭遇金国骑兵冲击,和氏与儿子媳妇被冲散,于是带着女儿南下投亲。 过了不久,和氏病倒了,无前一致。 卧床三个多月后,撒手吸去。 薄荷几乎哭晕过去,无奈之下,只得央求左邻右舍,帮忙买了一口薄皮棺材,把老母亲送上山。 这以后,家里越发清凉,薄荷常常以泪洗面。 好在他心灵手巧,擅长刺绣,常常把绣品委托隔壁的马大婶,拿到集市上售卖,勉强度日。 马大婶见他孤苦一人,生活多有不便,便劝他嫁人。 薄荷娇羞地点点头,委托马大婶帮忙打听一个好人家。 可是,好人家倒是打听了不少,却都嫌弃他是一个外乡人,犹如没有根基的扶贫,不同意婚事。 故此,薄荷的婚姻大事,一直耽搁着。 时间一晃,就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,薄荷委托马大婶购买了香烛火纸,到老母亲的坟上寄扫一番。 烧完纸,薄荷跪在坟前哭诉,自己孤苦伶仃,无依无靠,真想一死了之,到地下伴随老母亲。 他哭得很是凄惨,机遇晕倒。 哭了一会,他压抑在心底里的苦楚,得以释放,心里好受多了,便起身回家。 到了晚上,薄荷梦见老母亲回来了,笑着对他说,我儿不必忧伤,好好活着,将来必有好的归宿。 薄荷哭着说,女儿苦挨时光,在这他乡异地,孤身一人,何时才是尽头。 老母亲安慰说,快了,几天后,你到尼姑庵里,跪在菩萨面前许愿,就会遇见好事。 说完,就不见了。 薄荷醒来,不免哀伤感叹一番,辗转反侧,再也没有睡意。 过了几天,薄荷想起梦中老母亲的话,便约着马大婶一起,到尼姑庵里,烧香许愿。 两人刚扣完头,就见小尼姑进来,让两人躲在后院里回避,来了一位贵夫人烧香。 这位贵夫人是新任通判的妻子徐氏,前几天晚上,她梦见一位老妇人站在床边。 这位老妇人她认识,正是薄荷的老母亲。 徐氏和薄荷从小就是闺蜜,两家是左右隔壁,两人一起长大,宛如亲姐妹。 战乱爆发之初,徐氏嫁给了一位姓包的书生。 战乱爆发后,包书生带着徐氏到京城躲南,后来考上了状元,得到重用。 前不久,北利部放任本州通判。 梦中,薄荷的老母亲讲述了薄荷的遭遇,要求徐氏提携薄荷一把。 徐氏急忙询问,薄荷现今在何处? 老母亲讲,让他某天去尼姑安里烧香,自会遇见薄荷。 徐氏烧完香后,询问老妮,薄荷在哪里? 老妮茫然不知所措,不知谁是薄荷。 徐氏便问,今天是否有来烧香的年轻女子? 老妮忙说有,唯恐冲撞了贵夫人,现今躲在后院里。 徐氏便让老妮把女子换来,果然是薄荷。 两人相见,相拥而弃,拉着手叙说各自的境遇。 徐氏换来马大婶,感谢他照顾薄荷,赏给他一百两银子和两匹卷布,让他回去后,帮忙把薄荷的房子退了。 他则直接把薄荷带回到关崖。 徐氏一直没有怀上身孕,便和包通叹商量,取薄荷为二房夫人,以便延续香火。 包通叛同意了,徐氏去告知薄荷,问他的意愿,薄荷自然愿意。 过了几天,选了一个好日子,包通叛和薄荷成了亲。 过了一段时间,徐氏和薄荷都怀上了身孕。 十月期满,两人各自生下一个儿子。 徐氏大笑着称赞,薄荷是福星,他一来,自己变生了儿子。 第三年,薄荷又生下一个儿子。 后来,三个儿子都考上了进士,当上了地方官员。 几多情,无处说,落花飞絮清明节。 清明节将近,特地奉上与清明节相关的民间故事,希望能给各位看官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。 话说,顺天福有个书生名叫辽斋生,因为遇上灾年,跟随父亲到了洛阳讨生活。 他天性迟钝,已经年满十七岁了,仍然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。 但是他长得一表人才,口才无碍,很会写书信,不熟悉的人并不知道他其实学问不深。 后来,辽斋生的父母相继过世,他在洛瑞一带教书度日。 洛阳附近村子里有个姓严的女子,小时候就很聪明,父亲教他读书,几乎过目不忘。 十几岁时,就能吟诗作文。 父亲曾经骄傲地说,我家出了个女学士,因此想给他找一个做高官的丈夫。 他的父亲死后,母亲依然按照这个标准则序,过了三年,也没有找到合适的。 母亲去世后,有人奉劝严氏找一个有才学的人,严氏也这样认为,却苦于没有对象。 这一天,邻居妇人来找严氏闲聊,边闲聊边嗅着花。 严氏剑包着绣线的纸包上写着字,打开一看,是一封书信,聊斩生写给妇人的丈夫的。 严氏反复读了起来,认为写信的人很有才情,对聊斩生有了好感。 妇人看出了端倪,悄悄说道,聊斩生长相俊美,和你一样没有父母,年龄也相近,你俩很般配。 你要是有意,我叮嘱丈夫替你们撮合。 严氏含羞不语,妇人知道她心动了,回家对丈夫讲了。 妇人的丈夫去向聊斩生说和,聊斩生大喜,拿出金鸭纸环作为定亲聘礼。 过了几天,两人举行了婚礼。 婚后,两人非常恩爱。 严氏看了聊斩生的文章,不由地大笑起来,说道,文章和你本人,判若两人,你这个样子,怎么可能科举高中? 于是,早晚督促聊斩生读书,比老师还要严厉。 每天读书到三更才准许歇宿。 转眼过了一年多,聊斩生的八股文水平大有提高,可是考试却名落孙山,聊斩生忧愁地伤心大哭。 严氏则被说,你哪里像个男子汉? 我如果是男子,考取功名如同拾取草芥一样。 聊斩生生气地说,你足不出户,没有到过考场。 你以为考取功名和煮饭一样啊? 如果把男人的衣冠穿戴你的身上,让你去考试,不会比我强。 严氏笑着说,你别生气,下次考试,我去替你考试,如果考不上,再也不取笑你了。 聊斩生也笑着说,你不知黄连苦,真应该让你尝一下。 就怕你女扮男装后露出破绽,让左邻右舍笑话。 严氏说,这么说来,我有一个主意。 你的老家在顺天府,让我伴做你的弟弟,你小时候就跟着父母出来了,就说在洛阳生了个弟弟,谁又知道真假。 聊斩生想了想,答应下来。 严氏当即走进内室,换上聊斩生的衣服出来,果然一个美少年。 聊斩生买了一头兽驴,带着严氏回到了老家。 堂兄还健在,见两个弟弟回来了,很是高兴,派了一个小童,侍候他们。 白天,小童侍候他们读书,晚上,他们打发小童回去睡觉。 乡里如果有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,总是聊斩生出面应酬,严氏在家里读书。 住了大半年,严氏身居简出,很少有人见到他的面。 有时候,客人求见,总是哥哥、聊斩生代为出面。 有时候,有一些不速之客闯进来拜见,严氏行个礼,就回避到内室里去了。 有人读过严氏的文章,大家赞赏,又见过他的风采,广为流传,一时间美名远扬。 好多名门世家来向严氏提亲,严氏推辞道,不考取功名,绝不结婚。 转眼到了考试的日子,夫妻二人一同去考试,聊斩生名落孙山,严氏却考了第一名。 紧跟着参加乡氏,考了顺天府第四名。 第二年,考中进士,分配道同城人县令。 因为政绩突出,过了不久,升迁为河南道长印玉使,显赫一时。 后来,严氏以身体多病为由,辞退回家,家中常常宾客满座,他却辞泄不见。 过了不久,明朝灭亡,严氏这才转换成女装,向堂哥堂嫂讲明原由。 大家无比惊讶,纷纷夸赞严氏,真是一个奇女子。 故事后,书生苗才子的父亲是个大商人,常常到江南做生意。 他认为儿子读书快读傻了,于是把他带出去见见市面,到江南采购一批商品,赶在春节前运回去销售。 等到他采购完商品,装了满满一船,正准备启程的时候,谁知今年正赶上枯水的年头,江水的水位突然下降了好几米,船只搁浅在江边,无法启航,只能等到明年开春回去了。 苗妇算了算手中的现银,不够父子二人开支,他让苗才子留守货物,自己则起码回家过年,等到春节过后,再带着银两赶来。 临走时,苗妇一再叮嘱苗才子好生看守货物,千万不要到城里游玩。 他担心儿子没有见过市面,被城里的花花世界所迷惑,误入歧途。 苗才子唯唯诺诺,父子二人挥手告别。 苗才子一个人整天窝在船舱里读书,积了吃干粮,困了睡觉。 转眼到了春节,他望着远处城里上空绽放的烟花,啃着干粮,感到无比落寞。 转眼春暖花开,春训过后,江水涨了起来,苗才子每天都在路口眺望,可是父亲一直不见踪影。 苗才子很焦急,他算了算日期,父亲早应该到了,难道路上出了事耽搁了? 苗妇确实出了事。 春节过后,他早早就上了路,骑着马日夜兼程。 但是,他在路上感染伤寒,病倒在旅店里。 店主帮忙找来郎中诊治,却不见好转,半个月后,死在了旅店里。 好在苗妇临死时很明智,把身边所有的钱财都送给了店主,求他雇车把尸体运回老家。 店主拿了许多银两,自然照办。 苗才子渐渐囊中羞涩,无钱吃饭了。 这一天,他在岸上徘徊,希望能讨点吃的,碰见一个经常在江边垂钓的老鱼翁。 恰巧老鱼翁钓上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鱼,苗才子似乎听到有人在呼喊他,苗才子,救救我,我把闺女许佩及你。 苗才子问老鱼翁,有没有听见说话声? 老鱼翁侧耳细听,寂静无声,笑着说,我看你是见鬼了。 这时,他又听见呼救声,发现是那条大鱼在说话。 苗才子问道,老叔,你刚才有没有听见大鱼在说话? 老鱼翁用古怪的眼神盯了苗才子一眼,说道,我看你要么是饿婚了,要么是撞了鞋。 苗才子分明听见了大鱼的求救声,决定出手搭救。 他问道,老叔,把这条鱼卖给我,多少钱? 老鱼翁了解他的情况,大笑着说,你连饭都吃不上,哪里有钱买鱼。 苗才子摘下身上的玉佩,塞给老鱼翁,说道,这个足够了吧。 这是他老爷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,价值不菲,买这条鱼绰绰有余。 老鱼翁当然识货,接过玉佩,把大鱼交给苗才子。 苗才子当即把大鱼放归江水中,身后传来老鱼翁嘲讽的声音,看来你读书真是把脑子读坏了。 到了晚上,船舱里忽然进来一名女子,羞涩地说道,感谢你搭救了我的母亲,我奉母亲之命,来嫁你为妻。 苗才子平常喜欢读一些至怪小说,对于女子是鱼精这件事,见怪不怪,坦然接受。 女子自称名叫于佳仁,长得非常漂亮,十五六岁年纪。 苗才子大喜,两人当晚就在船上成了亲。 于佳仁掐指一算,知道苗父已经故去,佳仁正在处理丧事,一时半会顾不了他。 他拿出些许银子,付了船资,让船夫把货物运到洞庭湖一带出手。 苗才子得知父亲去世了,哭得肝肠寸断。 在洞庭湖一带,货物很紧俏,赚了一大笔。 于佳仁指定几样货物,让苗才子装满船,运往汉口销售,都是一些紧俏物品,又赚了一大笔。 原来,于佳仁能掐会算,知道哪些货物在哪些地方紧俏。 然后,两人坐着船回家。 到了家里,苗才子带着于佳仁拜见了母亲,又去祭奠了父亲。 家里正在商量着,准备派家仆带着引两接英苗、才子回来。 苗才子回来得真是吉时。 自此后,苗才子弃闻从商。 有了余家仁的指点,不到十年,他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商。 是上过河拆桥的人大有人在,受人恩惠时,感恩戴德,发誓莫尺不忘。 时过境迁后,早就把恩德抛却脑后,甚至恩将仇报。 本故事就讲述了这么一个书生,忘却了救命之恩,企图谋害恩人,却最终被恩人杀死,为民除害。 故事意在劝戒世人,要知恩图报,切不可做过河拆桥的小人,为人们所不耻。 宋徽宗时期,山区里有一个幸中的猎户,靠着打猎养家糊口,日子倒也过得去。 这一天,他背着猎物到集市上售卖,走到山路上时,忽然看见一个书生惊慌失措地跑过来,身后追着一体野狼。 不一会,野狼的爪子搭上了书生的肩膀,书生倒在地上,野狼张嘴咬去。 说时迟嫩时快,忠烈户摘下弓箭,一箭贯穿野狼的咽喉,野狼当场毕命。 忠烈户上前,扶起惊慌失措的书生。 书生名叫寻文许,是进京赶考的举人,想不到在山路上遭遇恶狼。 他没有经验,转身就跑。 要不是忠烈户搭救,他就葬身狼口了。 询文许一躬到地,说道,大恩不言谢,他日皇榜高中后,必来拜谢恩公。 平常这条山路上人来人往,从来没有出现过野狼,可能最近接连下了几场大雨,野狼找不到食物,故此下山来了。 忠烈户说道,小事一桩,橘子不要放在心上,安心赶考去吧。 询文许拱手告辞,上京去了。 在路非止一日,询文许到了京城,参加了科考。 待到春榜发布之时,询文许中了进士,被分配到中原一个小县城里当了县令。 几年后,吏部一纸调令,询文许到了一个大县当县令。 巧的是,这个县就是当初他赶考路上遇难的那个县,中烈户就是这个县的人士。 询文许当初考上进士后,因为妇任不顺路,故此没有来感谢中烈户的救命之恩。 如今,身为中烈户的父母官,按说应该上门感谢中烈户了,予以照顾才是。 但是,几年的官场经历,让他变成一个官场游子。 他深知官场上面子很重要,当初的不堪遭遇,说出来感觉丢人,故此不登中烈户的家门。 询文许投靠在潘太师门下,为了提升官职,他开始搜刮民之民膏,孝敬潘太师。 官差们如狼似虎,抢征税赋,趁机敲诈勒索,一时间闹得民间鸡犬不宁。 好多人家交不起繁重的科捐杂税,被抓进大牢里关了起来。 中烈户也没有幸免,他交不起赋税,被抓到县衙里打了二十大板。 后来,官差在一次上门催脚,中烈户无奈之下,说道,我是寻大人的救命恩人,你们帮我传传话,让他帮我一把。 官差回去禀告了。 可是,寻文许不但不帮中烈户,还责怪他不该当着官差的面乱说,心生歹记,吩咐捕头把中烈户抓来,关在监狱里,悄悄打死。 捕头帅领重捕快,连夜把中烈户抓来。 走在路上,中烈户哀求一个认识的捕快,让他见见寻献令。 寻献令肯定不知情,要是知情的话,不会不顾念往日恩情,置之不理。 捕快悄悄地说,你怎么还这么傻? 正是寻知献要置你于死地。 中烈户惊呆了,大哭起来。 哭罢,开始私谋逃生之法。 来到一处山路上,中烈户忽然要大解,不投吩咐解开他的锁链。 他趁机夺过不快的腰刀,奋勇反抗,逃进了深山里。 中烈户躲在深山里过起了野人一样的生活,居住在岩洞里,猎取猎物作为食物。 有一次,猎取野狼时,发现了两个小狼仔,养了起来。 转眼间三年过去,寻文许得到提拔,去担任知府。 他带着家眷富人,走到一处路口,突然从树林里飞来几只冷剑,杀死了他的随从。 接着,一声呼哨响起,树林里窜出两体野狼,冲到寻文许的身边,咬断了他的喉咙。 寻文许的家眷一直不知道他为何人所杀。 其实,是中烈户暗杀了寻文许。 中烈户一直暗中照顾妻儿。 几年后,天下大赦,他才赶回来,和妻儿一起生活。 那两匹狼,被他赶回山林里,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唐玄宗初年,北方某地遇到灾荒,有一群难民逃到西南,一处深山老林里,开荒墾地,并居下来,形成一个村落,叫做落难村。 这里地处偏僻,山高林密,人际罕至。 山上野兽很多,人们便以打猎为生。 地里的农作物,够吃,猎货的野兽皮毛,换取衣物和日常用品,日子倒也过得去。 原本宁静的生活,被一个偶然的发现所打乱。 有一位人称三郎的猎人,追赶一匹野狼的时候,跑了很远,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,发现了一座山神庙。 山神庙是石头堆砌的,早就破烂不堪。 里面山神的石像,已经被无情的风雨,摧残的支离破碎。 最神奇的是,山神庙的周围,长满一百多棵松树。 每棵松树几十人何为那么粗,高耸云霄,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上等木材,称得上是神木。 这些木材,非常适合做宫殿的柱子或者大梁,价值不菲。 三郎回家后,对村民们谈起此事。 众人想不明白,为何深山里会有山神庙,却人际罕至。 难道这里经过什么变迁? 那些木材虽然贵重,但是没有买主,也就是说没有明显的利益诱惑。 而且也因为敬畏山神,人们也就没有当回事。 这一天,三郎和几个村民出山,到集市上售卖皮毛, 看见一张告示,节度使要修建官邸,向民间征集上等木材,用作房梁或者柱子,每颗高达六七百两银子。 三郎把消息带回来后,村民们沸腾了,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 有人提出质疑,要是砍伐神木,会不会得罪山神? 马上有人反对说,山神庙破就不堪,哪里有什么山神? 再说了,人不为己天诛地灭,这么好的发财机会,哪管那么多顾忌? 于是,村民们全体出动,到山神庙伐木。 不到半天,已经罚倒将近三十棵神木了。 这个时候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拄着拐杖,微颤颤地从山神庙里走出来, 喝赤道,助手,这是神木,不得砍伐,这是大不敬。 众人见他不过是一个老头而已,没有谁管他,依然不停地砍伐树木。 老者气愤地说,你们不要把我的话荡耳旁风,实话告诉你们,我就是山神。 已经罚倒的神木,我就不计较了,剩下的神木,你们不要再砍伐了,赶快回家吧。 众人哪里听得近? 有人说道,你既然是山神,为何山神庙里没有香火? 你让我们砍伐掉这些树,将来发了财,每月出一十五,来给你烧香。 山神说,你们想发财的心情,可以理解,但是不能以亵渎神灵为代价。 这些神木,属于山神庙的财产,你们这种行为,属于掠夺。 如果还不住手,可别怪我不客气了,我会让你们死在这里。 众人懒得和他理论,手脚不停地砍伐树木,根本没有拿他的威胁当回事。 山神无奈地叹口气,转身走了。 众人哈哈大笑着说,哪里来的疯老头,满嘴胡言。 只见山神登上山顶,开始大声呼喊道,我是大山的守护神,勇士们,你们快出来,惩罚这些被利益蒙蔽了心灵的人吧。 声音像一阵风一样,飘向山林。 不一会,冲来一群老虎豹子,扑向砍伐神木的人群。 众人吓得狼狈逃窜,但是,他们那里逃得过这些凶猛的野兽。 不一会,死了许多人,只剩下七八个幸存者,包括三郎。 只听山神的声音从山顶挑来,因为你们心存善念,还有要可救,故此饶恕你们。 不过,你们要按时来山神庙里祭祀我。 那些被罚倒的神木,人们心存敬畏,再也不敢动他,还按时到山神庙里祭祀山神。 后来,皇宫里要修缮宫殿,阳国中听说此山有神木,派人砍伐光了,山神竟然没有显灵阻拦他们。 三郎气愤地跑到山神庙,指责山神欺软怕硬,畏惧皇权。 这以后,他们再也不去祭祀山神了。 后来,阳国中在马维义被乱兵所杀,也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神灵的惩罚。 神灵是被人们供奉起来的,但是,如果不能为人们谋福利,畏惧权利,欺软怕硬,却最终会被人们所唾弃。 本故事采用了神灵的元素,意在介事狱里,与封建迷信毫无关联。 故事后,有个名叫楚好仙的书生,喜欢读一些稀奇古怪的书籍,对神仙道法十分向往,于是经常游览明山大厦,结识了不少高僧。 这一年,他到洞庭湖游玩时,在一座古寺里结识了一名游方僧人,两人相谈甚欢,晚上挑灯长谈。 楚好仙流露出了对于神仙道术的喜好,听说游方僧人法术高强,就祈求游方僧人传授他一些小法术。 游方僧人问道,你想学什么法术? 楚好仙想了想,说道,我想学变换小老鼠的法术。 楚好仙有着强烈的好奇心,他要是能变换成小老鼠,可以随意跑到别人的家里,偷听他们的私密话语, 满足好奇心。 特别是可以偷听到亲朋好友对自己的真实评价,岂不好玩? 游方僧人说道,行,你仔细听着。 当即传授给他口诀,让他是仪式。 楚好仙念动口诀,身体幽呼间变成老鼠一样大小。 他想,听说皇宫里相当奢华,美人很多,不如去皇宫里游一游,看看能不能碰到稀奇古怪的事情。 这么一想,他的身体腾空而起,不一会就到了皇宫里。 只见皇宫里到处都是亭台楼阁,云雾缭绕,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神秘。 楚好仙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只得漫无目的胡乱走着。 走了不久,他看见一座宫殿里灯火辉煌,就往那座宫殿里走去。 走着走着,楚好仙忽然发现前面出现一名美人,宛如天仙,急忙跟在后面。 过了一座小桥,美人走到一所房屋门前,推开门进去之前,回头对着楚好仙奄然一笑。 楚好仙顿时觉得骨头都酥了,双腿发软,心脏剧烈跳动。 他心里窃喜,美人看上他了。 楚好仙不敢堂而皇之地推门进去,毕竟这是皇宫,私闯皇宫是要至罪杀头的。 他绕着房屋转悠,忽然发现墙角有一个小洞,刚好可以容纳他的身体,就爬了进去。 爬了不远,眼前传来光亮,他从洞口望出去,竟然是那个美人的房屋,美人正坐在梳妆台前顾影自怜。 楚好仙看着美人,不由地响入飞飞,要是能一亲方则,今生无憾也。 他忽然想起古人描写美人的诗句,吟诵起来。 美人听见传来一阵老鼠的叫声,扭头看见洞里的楚好仙,吓得站起来就跑,尖声叫道,好大一只老鼠! 慌慌张张地摔门而出,楚好仙吓了一跳,赶紧缩身动力,这才想起,自己变换成了一只老鼠,难怪吓坏了美人。 他想反身回去,却又不甘心,他还没看够,可是不走的话,又很危险。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,忽听得乌门哐当,一声被撞开,走近一名金甲神人,历声喝道,哪里来的鼠辈,竟敢偷窥妃子容颜。 这一声断喝,犹如晴天霹雳,震得楚好仙头晕目眩,吓得他大气,也不敢出。 金甲神人右手举着铜锤,左手拿着锁链,圆睁怪眼,在房间里搜索。 他发现了墙角下的小洞,凑近洞口嗅了嗅,闻到生人气息,举起铜锤,向洞里砸来。 只见一道寒光扑面射来,楚好仙双眼一黑,昏了过去。 不一会,他醒了过来,只见四处一片漆黑,伸手一摸,四面都是墙壁。 他被卡在墙壁里了。 楚好仙心慌意乱,大声呼叫,却只能听见他的回声,震聋发聩。 要是出不去,还不被活活憋死在墙壁里。 就这样死了,家里人连个音讯都得不到,父母家人岂不牵挂。 他还这么年轻,还有美好的生活没有来得及享受,岂不遗憾。 想着想着,他心生后悔,哭了起来,嘴里喃喃地说,高僧,我不玩了,这个一点也不好玩,求求你了,放我出去。 忽然眼前一亮,楚好仙醒了过来,原来是南科一梦。 尤方僧人用怪怪的眼神看着他说,你色心太重,不是我被中人,适合做官,还是收敛心性,好好读书吧。 楚好仙满脸羞惨。 此时天,已经亮了,他告辞而去,启程回家。 从此后不再游览名山大厦,也不再羡慕神仙倒数,一心一意闭门读书。 古时候,有一个可怜的少年,名叫郝平淡,从小父母双亡,跟着叔父生活。 叔父嫌弃他是个累赘,把他十两银子卖给流园外当了奴仆。 流园外让他放羊,每天回来的时候,还要捡回一袋干柴。 这一天,郝平淡在山上放羊的时候,忽然看见一个小姑娘,在山林里玩耍。 小姑娘自称姓仁,人称白姑,住在山的那边。 两人很是谈得来,自此后,白姑隔三差五地来陪着郝平淡聊天。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五年。 郝平淡长成一个壮实的小伙,白姑也长成漂亮的姑娘。 这一天,白姑羞涩地说,你这人心地善良,你我之间有一段情缘。 我想嫁给你,不知你会不会嫌弃我长得丑陋。 郝平淡急忙说,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圣洁的女神,再也没有人比你更美了。 她犹豫了一会,小声说道,只是,我一贫如喜,还不是自由身,恐怕会拖累你,让你过得不幸福。 白姑说,我们有手有脚,只要我们相亲相爱,生活自然会幸福起来。 郝平淡又担心,没有聘金,她的父母不会愿意。 白姑说,其实,我也没有父母,跟着伯父过日子。 伯父早就想把我嫁出去,他自然不会阻拦。 两人把婚姻大事定了下来。 过了三天,白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拎着一个包袱,来到了郝平淡的茅草屋,两人成了亲。 第二天早上,白姑拿出银子,让郝平淡找刘原外退还了身价银,除成了自由身,不再放养了。 白姑又拿出银子,让郝平淡购置了十来亩薄田,耕种度日。 她则仿线拿到集市上去卖,补贴家用。 两人恩恩爱爱,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 郝平淡的叔父,心肠不好,人称毒蝎子。 她看见郝平淡像模像样地过起了日子,心里不爽,又看见侄媳妇长得美如天仙,怀疑她来路不正。 她听说白姑是山那边的人,专门跑到山那边打听,却没有白姑这个人。 毒蝎子脑子转得欢,她认为普通人家的姑娘,是不会看上郝平淡这个穷小子的,猜测白姑是山上的妖怪。 这一天,毒蝎子来到郝平淡家里,偷偷拿了白姑的一件衣服,找到张巫婆的家里,让她算算白姑到底是不是人。 张巫婆拿着衣服闻了闻气味,说道,这是山中的人餐精,要是捉住了,吃了它,可以延寿一百年。 毒蝎子大喜,许以重金,要张巫婆捉拿人餐精。 张巫婆却大笑着说,我不要金银,人餐精是我的,你不许和我抢。 张巫婆燃起一炷香,念动惊雷咒。 不一会,天空中乌云密布,云层里站着雷神,奔向郝平淡家里。 白姑正在访线,突然把郝平淡喊进来,焦急地说道,我命休也,郝郝,你要保重。 正在这时,一声炸雷响起,一道闪电直奔白姑而来。 郝平淡一把将白姑推开,雷电击中了她,她的身上冒出一股浓烟,倒地而亡。 雷神剑击错了人,赶紧撤退。 白姑转身就跑,没入土中。 张巫婆正在坐等雷神收获战果,冷不防白姑从土里出来,一箭刺中她的胸口,张巫婆倒地而亡。 白姑拉着张巫婆的灵魂,到天庭上告状。 张巫婆是太白金星的坐骑,偷学了惊雷咒,偷跑下凡,附体张巫婆,被太白金星关了起来。 雷神误伤人命,也被训诫一番。 白姑急匆匆地赶回来,咬破舌尖,舌尖里流出白色之叶,是千年人参精华,未尽好平淡的嘴里。 不一会,好平淡醒了过来。 毒蝎子,贼心不死,见张巫婆死了,她自己端着一碗黑狗血,悄悄来到好平淡的家里,兜头盖脸的颇向白姑。 那知道白姑的身上有法力保护,黑狗屑反见回来,落在她的脸上,双目顿时失明,从此成为瞎子。 白姑对好平淡说,我是人参姑娘,本想和你厮守一生。 但是,人心险恶,人间不值得,你不如和我一起隐居深山吧。 好平淡跟着白姑隐居深山。 一百多年后,有人进深山采摘山货,迷了路,被一位白胡子老汉带出深山。 白胡子老汉自称名叫好平淡。 小郡父母早亡,跟着叔父生活,可是神母不待见他,总是喝骂他。 十岁那年,小郡愤而出走,成为街头流浪少年。 这一晃,就过了两年,离家千里。 这一天,胆大的小郡决定翻越风牛山,走进路去山那边的城市。 这山太高,路也难走,花了一天时间,才到山顶。 天已经黑了,小郡决定找一棵大树,爬上去安身,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处亮光,寻找过去。 却是一处山洞,里面燃热柴火。 小郡走进去,洞里草床上握着一位白胡子老头。 老头看见小郡,招手让他进去,问询起来。 小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,老头直指食桌,让他吃东西。 那是烤红薯,小郡胡乱吃了几口。 交谈中,小郡才得知,老头姓牛,一百多岁了,无儿无女,前一段时间突然遭到雷劈,把腰劈断了,只得在床上等死。 小郡心声怜悯,说道,牛爷爷,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,我来服侍你,给你送中吧。 牛老汉说好,告诉他,哪里有野果树,哪里有山泉,他种的红薯在哪里,还教他怎么打野兔。 这以后,小郡就陪伴着牛老汉,打柴,担水,采摘野果,猎杀野兔,给牛爷爷喂食喂水,没有丝毫懈怠。 晚上,坐在火堆旁,小郡给牛老汉讲故事听。 小郡小时候,暑假里,看得最多的是《西游记》,就根据记忆里的剧情讲起了《西游记》。 牛老汉最喜欢听牛魔王的故事,让小郡翻来覆去地讲,百听不厌。 有一次,牛老汉叹口气说,我要不是被雷劈坏了身体,拿一根混铁棍,也是牛魔王了,多威风。 小郡孩子心性,大笑着说,你要是牛魔王,我就当红孩。 说完,就在地上翻起了跟头。 牛老汉虚弱地笑道,依我看,你更像一只猴子。 小郡就嚷嚷道,那我就是孙悟空,我俩是结拜兄弟。 牛老汉哈哈大笑,边笑边咳嗽。 这一天,牛老汉迷流之际,拉着小郡的手,说道,孩子,我死后,你在洞外挖一个坑,就把我埋在坑里。 小郡流着泪说,不,我要下山请人给你做棺材,放鞭炮烧纸钱,热热闹闹地给你办丧事。 我身上有钱,办得了。 牛老汉盲致止说,千万别,孩子,自古就说,入土为安,让我的身体化为泥土,渗透入泥土中吧,连棺材也不要。 顿了顿,他问,孩子,你愿意为我守木半年吗? 小郡连忙说愿意。 牛老汉歇了一会,说道,孩子,半年后,你一定要将我的木挖开。 小郡忙说,不,不行。 我不能,这是不孝。 牛老汉说,好孩子,听爷爷的话,你要是有孝心,就按照爷爷的话去做,然后回家,好好读书。 切记,切记。 牛老汉死后,小郡一眼挖了个坑把他埋了,然后为他守木。 有时候还采摘一些野花放在坟头上。 转眼半年过去,小郡跪在坟前扣了三个头,说道, 牛爷爷,我遵照你生前的嘱托,将坟墓挖开了,多有得罪,还请见谅。 挖开坟墓后,小郡惊讶地发现,里面有一张腐烂的牛皮和牛头骨。 揭开牛皮,里面是一堆白骨,白骨里有一大疙瘩黄色石头。 小郡终于知道,牛爷爷为什么姓牛,为什么羡慕牛魔王了,因为他是一头野牛精。 他在街头流浪时,曾经听过老年人白骨,说是每一种精怪在修炼的过程中都要肚结,肚不过去,就只能死去。 估计牛爷爷就是肚结不成功,贝雷劈去了法力。 拿起那一大疙瘩黄东西,小郡又想起,有一次牛爷爷和他讲过牛黄的事情,开玩笑说,要是牛魔王身上有牛黄的话,那该是多大一块啊,多值钱啊。 小郡确定,这就是牛黄,是牛爷爷留给他的财富,这也是牛爷爷坚持让他掘墓的原因。 小郡重新掩埋好坟墓后,扣了三个头,就一步三回头地下山去了。 这块牛黄是纯天然的,价比黄金,小郡卖了一大笔钱,回到老家里,上学去了。 几百年前,深山老林里住着一家猎户,户主雷山木身强体壮,是个能干的猎手。 他去年娶七成室,目前已经怀孕在身,只等下半年临盆。 这一天,雷山木扛着猎叉,往深山走去。 到了枯木岭,忽然听见虎吼狼嚎,声音里充满杀气。 他赶紧寻声跑去,趴在巨石后面偷看,只见远处的空地上,一头老虎和一只野狼纠缠在一起。 野狼身体高大,健壮如牛,却仍然不是老虎的对手,处于下风。 雷山木很纳闷,老虎和野狼各自有自己的地盘,几乎不会产生矛盾,为何会如此仇恨? 预置对方于死地。 雷山木正在纳闷之余,胜负已分,老虎一口咬住了野狼的喉咙。 雷山木赶紧冲出来,大吼一声,挺着猎叉,冲向老虎。 老虎赶紧跑了,雷山木也不追赶,俯身查看野狼的伤口。 野狼的喉管已断,雾字冒着鲜血,奄奄一息。 雷山木赶紧脱下衣服,给他包扎伤口止血,找来几味草药嚼成枝叶,逼在伤口上。 然后抱起来往山下跑去。 到了家里,他赶紧找来创伤药,给野狼治疗伤口。 但是,已经晚了,野狼到了半夜里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 看官不禁会问,雷山木一个猎人,本来就以猎杀动物为生,他为何还要搭救野狼? 不正好捡个便宜。 他老婆成事也有这种疑问,问出同样的问题。 雷山木说,人都有同情弱者的慈悲心肠,野狼和老虎相遇,野狼自然成为弱者。 我救助他,出于人性的本能。 假如我和野狼狭路相逢,我自然不会手软,肯定痛下杀手,捕获到手。 人性的问题,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 雷山木的这种心境,非大智慧者不能理解。 转眼几个月过去,城市到了临盆之期,接生婆在内室里做准备工作,雷山木则坐在屋外等候。 忽然,困意来袭,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 这时,一只野狼走了进来。 雷山木大惊,赶紧站起来寻找猎叉,想不到野狼开口说话了。 你别慌张,我有话说。 野狼讲了起来。 原来,他就是那头被老虎咬死的野狼,原本是山中的狼王,恰好那一天离开狼群,被老虎趁机攻击,死于非命。 老虎其实是一只虎王,同管着山中十几只老虎。 他之所以仇恨狼王,还得从前世说起。 前世里,他俩是一对亲兄弟,姓夏,老虎是老大,人称夏大郎,野狼是老二,人称夏二郎。 隔壁里,有个姑娘叫小芳,两人同时喜欢上了她。 两个亲兄弟,为了一个心爱的女人,反目成仇。 有一天,两人上山砍柴,夏大郎起心,想害死夏二郎,趁他不备,一把将他推向悬崖。 情急之下,夏二郎抱住夏大郎不松手,两兄弟双双坠崖而亡。 两人同时沦落为畜生道,夏大郎成了老虎,不改凶恶的本性,当上了虎王。 夏二郎投生为野狼,凭着凶狠的劲头,当上了狼王。 虎王总是寻找狼王的麻烦,那一次,瞅着他落了单,就发起了攻击。 野狼讲完,转身往内室跑去。 雷山木惊醒过来,只听接生婆惊喜地喊道, 贺喜了,生了个儿子。 雷山木猛然醒悟过来,狼王投生来了。 他给儿子取名雷家上。 雷家上长到七岁时,已经力大无穷,单手能举起山神庙里的巨顶。 他是个天生的猎手,到了秋天,偷偷上山猎杀老虎。 不到半个月,已经猎杀了三只老虎了。 雷山木知道因果,对他说,你要报仇,只找虎王就行了。 像你这样滥杀无辜,山上的老虎早晚会被你杀完,有为大自然之道。 雷家上听进去了,专门寻找虎王报仇。 在山上寻找了一个多月,终于找到虎王,把他杀死了。 看着儿子兴高采烈的样子,雷山木闷闷不乐地说,渊渊相报何时了? 虎王超生,再来找你报仇,岂不是没完没了? 雷家上听完,一下子愣住了,这以后,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 十三岁那一年,来了一个游方僧人。 雷家上跟着他走了,入了佛门修行去了。 这篇小故事讲述了一群奇葩书生,企图调戏野外女子,却被女子捉弄羞辱,并借机教训了她们一顿。 女子怒吓而出的话语,见他人之父,则狭泄百端,见自己父,则讳恨如是。 至今仍有警示和教育的意义,令人震聋发聩。 天下的男人们,好自为之。 天今有一个举子,姑且叫做贾乙,虽然是宝学之士,却相当轻浮,全无文雅之相,长着一副轻薄的嘴脸。 这人偏偏喜欢附庸风雅,常常和文友们去野外游玩,吟师作父,抒发自以为是的雅性,浅薄且不自知。 这一天,贾乙与几位轻薄子弟踏青,胡乱做了棘手歪事后,索然无味。 这时,一名骑着驢子的女子,从柳音里走来,戴着斗笠,照着面纱,颇有几分优雅之态。 贾乙怂恿恿说,这女子有点韵味,她独自一人,荒郊野外的,大家不妨去找找乐子。 众人一哄而笑,大叫着妙哉,然后摇着扇子,摇摇摆摆地跟在驴子后面,你一眼我一语地开着轻薄的玩笑,嬉笑作乐。 女子不敢搭话,只是使劲地鞭打驴子,催着驴子快跑。 驴子跑起来后,把甲乙等人甩掉老远,只有两三个腿立好的,一直追在驴子的后面,边跑边呼喊着娘子,气喘吁吁地开着玩笑。 女子见摆不脱,索性停下来,下了驴子,满脸未笑地迎上来,看样子也是一个轻薄之人,和这三个书生嬉笑着打闹起来,轻薄之语不绝于耳。 贾乙喘着气,好不容易赶上来,忽然觉得女子的身段和言语好熟悉,一心顿起,上前掀开女子的面纱,竟然是自己的老婆。 可是,老婆不会骑驢子,怎么会跑到这荒郊野外来呢? 本来怂恿众人,调笑女子取乐,没想到调笑到自己的老婆身上,这脸可丢大了。 甲乙上前推开众人,贺骂道,都走开,瞎了你们的狗眼,这是我的老婆,你们也敢调戏。 转头怒气冲冲地贺问,你怎么跑这里来了? 可是,老婆根本不理她,仍然追上去和几个轻薄子弟调笑。 甲乙仗红着脸,嘴里喝骂着,抡起巴掌追上去,猛地扇向老婆的脸。 眼看五指就要落在老婆的脸上,也不知怎么的,老婆的身子一晃,竟然跃到了驴背上,换了一副容貌,拿着鞭子指着甲乙,脸现讥笑。 甲乙正在发懵,怎么忽然变了一个人? 这时,就听见丙丁大叫起来,老婆,怎么是你? 真是怪哉。 丙丁冲上前去,准备质问老婆,忽然眼一花,女子又变了一副模样。 书生物己惊呼起来,哎呀,怎么又成了我的老婆? 女子拿着鞭子指点着这群读书人,则骂道,看见别人的老婆,就想尽办法调戏,自己的老婆被调戏,则满腔怒火。 亏你们都是读书人,读了那么多圣贤书,竟然连一个数字也没有读懂。 你们配得上读书人的身份吗? 还怎么有脸追求金榜提名造福百姓? 所谓的数,就是用人爱之心对人,用自己的心,去推向别人的心。 一番话说得书生们面红耳赤。 女子立声说,你们还想完吗? 我可以变成你们任何一人的老婆,让你们轮流调戏个够。 众书生王白手摇头,女子转身,扬边而去, 留下一群书生面面相去,羞愧难当。 特别是假以,自己的老婆让众人调戏了半天,心里别提多难受, 尽管都知道女子幻化成她老婆的模样,不是真的, 但是也难免落下笑柄,真是欲哭无泪,肠子都悔清了。 他们的老婆,彼此都不认识,女子怎么都会认识? 他们实在搞不明白,这女子到底是何方妖媚,如此捉弄她们。 女子是何方妖媚,已经不重要了。 重要的是,这群书生有没有醒悟。 孔子早就有一句名言,记录在《论语》里,叫做《己所不欲》,物施于人。 看来,这群书生的书算是白读了,最多也是只被齐聚,不解其意。 橘子也可以做官,也不知道这个橘子,经此一事有否触动,要是带着这种心态去做官,当地的老百姓们,可就苦兮兮了。 古时候,深山里的小山村里,阮小三的父亲重病去世。 阮小三悲痛欲绝,借了一笔银子把父亲送上山。 这以后,阮小三一直沉浸在悲伤里,也陷入还债的酬绪里。 阮小三虽然排行第三,但是父母生了三个儿子,就活下来他一个,说起来是独子。 阮府靠给父母打短工过日子,家里的贫穷可想而知,常常积一顿饱一顿。 后来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钱,给阮小三娶了老婆生了小孩。 家里添了两口人,日子过得更加艰难,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。 所以,阮府死了,阮小三只得借钱买棺材。 他哭着感叹道,穷人家,真是连人都死不起啊。 思来想去,阮小三只得上山挖药来还债,除此之外,别无他法。 他没有一技之长,家里又没有田地,平时跟着老父亲给父户打短工,父户家里要是没有事做,他就得闲着。 挖草药不失为一种好办法,要是运气好,运上百年人参千年灵芝,那就发财了。 阮小三背着药篓,带着干粮,此别妻儿,到深山里采药去了。 他在深山里转悠了六七天,眼看干粮快吃完了,却只采挖了一些普通药材,既没有发现名贵药材,更没有发现百年人参千年灵芝了。 这一天,满怀失望的阮小三,在攀爬崖壁时,一不小心滑落崖底,发现一个山洞。 他走进山洞,发现里面光线明亮,一条小溪从洞里蜿蜒流过。 小溪大约两百米长,从洞壁里流出,又流入洞壁,不知从何处来,也不知道何处去。 软小三口渴,见溪水清澈明亮,蹲下来捧水喝。 忽然,他发现溪水里有东西在闪光,捡起来仔细辨认,不由得喜笑颜开,大声欢呼,原来是金颗粒。 他发现小溪里有好多金颗粒,赶紧捡起来装进药楼里。 捡完所有金颗粒,装了满满一只药楼,这下可发大财了,他兴奋地只想放声大笑。 等到软小三背着药楼顺着藤蔓向上攀爬时,才发现药楼太重,根本背不动。 他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,每次背一部分,分了五次,才将金颗粒全部背到崖顶上。 又分了三次,才将金颗粒全部背回家里。 这些金颗粒,橙色很好,与金子一般无二。 软小三用金颗粒换了上千两银子,剩下的金颗粒埋在屋里地窖里。 软小三还清了借债后,掐纸算了算,离老父亲出零的日子不远了,决定多给老父亲烧一些纸钱。 儿子在阳市发财了,岂能让老父亲在阴间受苦,也要让他在阴间当一个富翁。 软小三找到专卖阴间用品的店铺,定制了楼阁、骏马、豪华马车,还有十几个纸壶的丫鬟奴仆,以及很多金元宝。 出零当天,亲戚们忙了一下午,定做了很多手写的包袱。 亲戚们对软小三开玩笑说,你爹在阴间要成为亿万富翁了。 众人哈哈大笑。 傍晚在坟前烧完纸后,放了鞭炮烟花,众人回来喝酒。 酒席散后,亲戚们告辞回家。 软小三喝得有点多,早早地睡了。 过了不久,只见老父亲带着枷锁,怒气冲冲地走进来,说道,你干的好事。 钱的总数写错了,民府钱庄没法入账,钱收不到。 原来,中午陪着亲戚们喝酒,软小三喝得有点多,在写包袱总数时,他数错了,多写了几百万,导致账时不服, 钱不能存入老父亲的民府户头。 老父亲埋怨说,今天是百日,我在酒馆里宴请左邻右舍和心结时的朋友,结果没钱结账,还以欺诈罪被抓进民府里关了起来,真是丢死人了。 软小三猛然醒来,好不休惨,把梦对老婆讲了,老婆指着她的鼻子哈哈大笑起来。 第二天上午,软小三赶紧动手做起包袱,凑够了总数,跑到老父亲的坟前烧了。 当晚,老父亲又来托梦,说事情已经搞定了,被民府罚了几百万名币,以示惩戒,把他放了出来。 这事传出去后,成为笑话,让软小三不自在了好几年。 唐昭宗年间,书生住太平骑着马去,拜访文友。 在文友家里喝了酒,两人结伴到集市上游玩,忽然看见前面围了一圈人。 他俩挤进去一看,一个女子卖身脏腹。 女子长得风姿绰约,年约二八,旁边摆着一床凉席,凉席上摆放着一具尸体,盖着破布。 女子跪在地上,面前放着一张纸,写着求救内容。 原来,女子和父亲从北方逃难至此,父亲染病身亡,无钱安葬。 如果哪位好心人帮他安葬了父亲,愿意嫁给好心人为妻或者为妾,终身侍奉。 想不到如此美貌之人,身世却如此凄惨,祝太平叹息一生,对文友说道,我们帮帮他吧。 我身上没有带银子,你借给我一百两银子吧。 文友却说,你不要多管闲事,这是司空见惯,管不过来。 此话属实,北方某地闹起了灾荒,好多人逃难至此,几乎每天都有人倒闭街头。 祝太平说,既然让我撞见,我不能坐视不管。 文友见他执迷不悟,拂袖而去。 祝太平对女子说,你在此等候,我去拿银子来。 他拿出腰间的玉佩,还有脖子上的宝玉,跑到当铺,抵押了五十两银子。 祝太平心地善良,一直张罗着帮女子买了一块墓地,把她的父亲送上山掩埋了,才离去。 女子在后面喊道,恩公且慢,你要带着小女子。 祝太平说,我帮你纯粹出于好心,你还年轻,剩下的银子,你拿着回家吧。 女子哭着说,我孤身一人,举目无亲,你让我去哪里? 不是死路一条吗? 你既然看不上小女子,我不如死了算了。 说吧,做事要撞墙。 祝太平急忙拦住他,把他带回家。 祝太平本是世家子弟,父母将他呵斥一顿,斥责他不该带回来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子回来,门不当户不对。 但是,时间一长,发现女子温顺贤良,品行端正,便同意了两人的婚事,择日让两人完了婚。 女子姓护,名叫巧儿。 婚后,两人恩恩爱爱,和和美美。 每当祝太平挑灯夜读的时候,护巧儿都会陪伴左右。 转眼间大半年过去。 这一天晚上,祝太平正在苦毒,忽然门外传来喧哗声,接着传来撞门声。 夫妻俩大为亚裔,走出房门一看,院子外亮起无数火把。 呼喊快快拿出钱粮来。 原来,从北方逃难来的难民们活不下去了,占山为王,当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。 住家是大户人家,他们今夜来借粮。 住家人吓得瑟瑟发抖,土匪们没有人性,要是被他们攻进来,钱粮损失是小,女人们可要遭殃了。 护巧儿却安慰他们,不要惊慌,由他来对付。 不一会,院门被撞开。 护巧儿拿着一根棍棒,与土匪们站在一起。 纵使他勇猛无比,却挡不住土匪人多势众,渐渐处于下风。 突然,护巧儿就地一滚,变成一只老虎,大吼一声,扑向土匪们。 土匪们吓得蝴蝶喊娘,逃窜而去。 老虎便回护巧儿,走进屋里,住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,不敢上前。 住太平清声说,想不到你是母老虎。 护巧儿奄然一笑,说道,你们别害怕,我不会祸害你们的。 他讲起了身世。 原来,他们一家本是北方一座山上的虎精,因为顶撞了当地城皇爷,被剥夺法力,赶了出来,在人世间受苦受难。 因为法力被剥夺,除了会献出原形外,其他方面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。 住家人一如既往地接纳了护巧儿。 第二年,护巧儿生下一个儿子。 后来,住太平考上进士,当上县令。 几年后,升迁为北方某地的知府。 此处正是护巧儿的家乡。 护巧儿央求住太平给城皇写了一封公函,免去他的罪责,恢复他的先级。 因为知府的地位比城皇高,城皇爷给了面子,恢复了护巧儿的先级。 十几年过去,住太平因为得罪了权臣,被诬陷罪名,抄家问斩。 行刑当天,护巧儿变成一只老虎,结了法场,上了深山。 一百多年后,有侨夫看见,住太平骑着一只老虎,须发皆白,飘然如鲜。 几百年前,大河边有一个小山村,住着十几户人家。 村东头住着一户农夫,名叫丹才德,靠着几亩博田过日子。 不过,他人穷至不穷,培养儿子读书。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得到的微薄钱财,都用来给儿子担高举读书。 这一天,丹才得去巡视央田,忽然发现他的田梗被扒开一个窝口,田里的水正在往村民老实的田里放。 老实住在村委,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,喜欢贪图小便宜。 丹才德心知肚明,是老实故意挖开的窝口,赶紧堵上。 到了半夜里,丹才德不放心,起床又去巡视央田,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在田梗上晃悠,走近一看,正是老实。 他赶紧检查田梗,果然发现又多了一个窝口,他田里的水正在往老实田里放。 丹才德压抑住火器,说道,老实,现在都缺水,你把我的田梗扒个窝口,水都放进你的田里了,我的秧田怎么办? 和苗不都要干死? 都是一个村的,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。 老实跳起来,指着丹才德的鼻子骂道,简直胡说八道,血口喷人,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扒窝口了? 这是黄善尼丘打的洞,怪不得我。 黄善尼丘能打这么大的洞? 简直是强词夺理,虎脚蛮缠。 丹才德也很恼火,对了起来。 两人吵了几句,老实率先动起手来,用铁锹把丹才德的小腿打伤了。 丹才得找到里长,里长出面调解,让老实赔了医药费。 老实觉得没面子,从此心里记恨上了丹才德。 这一天,丹才得发现老实栽种桑树。 丹才的门前是一条大路,大路对面有一块菜园子,是老实的。 老实把菜园子平整了,全部栽上了桑树。 俗话说得好,前不栽桑后不栽柳,桑和桑,同音,门前栽桑树不吉利。 丹才得去找老实理论,老实理直气壮地说,地是我的,我愿意栽什么,就栽什么,你管得着吗? 有本事去找里长惩罚我呀。 这种事去找里长,他也没有办法,毕竟老实在自己的地里种桑树,并没有触犯朝廷条律。 当然了,丹才得并没有去找里长,只得把这口气忍下来了。 老实为了报复丹才德,故意栽上一排桑树,等着看他家倒霉。 可是,丹家不但没有倒霉,而且,单高举十五岁中了秀才,丹家摆了三天流水宴,把老实气得牙痒痒。 过了不久,村里忽然来了一名道长,从村头走到村尾,停在丹家门前,高声说道, 贺喜施主,你家将来贵不可言,全靠风水好。 他凑近丹才德,低声说道,门前那一排桑树,摘得好。 一般来说,门前摘桑树不吉利,破坏风水,但是好巧不巧,那一排桑树正好破了你家霉运,正所谓匹吉泰来,从此走上好运了。 不过,你要切记,天机不可泄露。 恰好隔壁邻居坐在旁边,把道长的话听在耳里。 丹才德留道长喝酒,让邻居坐陪,尽兴而散。 临走时,丹才的一再叮嘱邻居,千万不可把听到的话传出去,更不能让老实知道。 天天邻居是个喜欢多嘴多舌的人,他如何憋得住? 不到五天,消息就传到了老实的耳里。 老实一听,可气坏了,赶紧跑去把所有的桑树全砍了,又种上了蔬菜。 过了一段时间,丹高举去拜访文友,顺道道道冠去拜访道长。 道长问道,秀才,你家门前的桑树砍掉了吗? 丹高举大笑着说,砍了,道长亲自出马,还能不砍。 原来,这是丹高举的计谋,请道长装模作样的演戏,好让老实把桑树砍掉。 他虽然不相信门前栽桑树会带来不吉利,但是天天开门,看到一排桑树,也不是一件好事。 好言去劝慰老实砍掉桑树,是不可能的。 只有反其道而行,让他自己主动砍掉。 道长竖起大拇指,夸赞道,小小年纪,有如此计谋,不简单啊。 丹高举谦逊地说,哪里哪里,全靠道长的戏眼得好。 不然,老实又如何会相信? 两人爆发出会心的大笑声。 唐玄宗年间,深山老林里有一条大河,大河边住着一户人家,只有奶奶和孙女两人。 奶奶五十出头,人称四奶奶。 说起来,她的命很苦,嫁过来不到五年,老公摔死了。 好不容易把儿子拉着大,成了家,想不到儿子也是一个短命鬼,得了疾病死了。 而媳妇改嫁他人,留下孙女菜花,由他抚养。 天有不测风云,这一天,四奶奶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。 门前的大河,起源于几十里外的雪风,常年不断流,河水很深。 河边有一个石墩,四奶奶常在石墩上洗衣服。 这一天,四奶奶端着一大盆衣服,蹲在石墩上清洗的时候,也不知怎么回事,掉进了河里。 等到村民发现时,四奶奶的尸体被冲到下游河湾里,早就没有了气。 好心的村民们把四奶奶打捞起来,抬到她的家里,张罗着给她办丧事。 亲戚们陆陆续续付桑来了,大家开始商讨菜花的去向。 至亲们都推托家境不富裕,不愿收养菜花。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小算盘,菜花是个女孩,长大后终究是要嫁人的,等于白养了几年,一点也不划算。 有人出主意,干脆把菜花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,遭到姑奶奶的反对。 姑奶奶哭着说,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,只有活不下去的人家,才会拿女儿换钱,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? 姑奶奶说得没错,一旦成了大户人家的小丫鬟,基本上没有了自由,一辈子给大户人家当下人。 可是,反对归反对,姑奶奶是个女流之辈,当不住家,家里人不同意收养菜花,她也没有办法。 两天后,来了一个姓胡的老头,愿意拿出二两银子的聘礼,让菜花当童养席。 胡老头有个儿子,生下来就痴痴呆呆的,大家都喊他傻儿,十八岁了,一直说不上亲。 但凡正常一点的父母,都不会把女儿嫁过去。 唐爷爷说,就正定了,菜花有了着落,她奶奶也可以安心走了。 明天早上出病,送到山上去。 大家明知这是不妥,却也无人出头反对,因为拿不出更好的主意。 正在这时,四奶奶突然从棺材里坐起来,说道,我不同意,你们太不把我的孙女当回事了,这样会毁了她一辈子的幸福的。 想不到四奶奶死了两天,竟然复活了。 大家赶紧撤去丧棚,各自回家了。 四奶奶在屋里休养了两天,然后摆了一桌酒,宴请当初将她捞起来的村民们。 后来,人们惊奇地发现,四奶奶会游泳,而且是高手,常常徒手在河里抓鱼,回回都是几斤重的大鱼。 有好多人好奇地问道,四奶奶,你水性这么好,为何当初会淹死? 四奶奶哈哈大笑着说,我也不知道,原先怕水,现在不怕水了,可能阎王爷不收我,让我长了水性。 当然,这是四奶奶在说笑。 四奶奶不但会抓鱼,偶尔还会从河里摸出珍珠宝石来,她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 一转眼,菜花十六岁了,四奶奶托媒婆给她说了一户好人家。 出嫁这一天,四奶奶陪了好多嫁妆。 菜花临上教时,四奶奶拉着她的手说,我也该说出实情了,我其实不是你的奶奶。 面对菜花和宾客们质疑的眼光,四奶奶淡淡地说,我还是先讲一讲四奶奶的一件往事吧。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 这一天,四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时,忽然看见一条金色大鲤鱼和一条水蟒在搏斗。 金里根本不是水蟒的对手,不久就被水蟒缠住了。 四奶奶见状,跑回家拿出一根大竹竿,使劲地抽打水蟒。 水蟒吓得松开金里,沉入水底不见了。 金里是这条河的河王,水蟒是大江龙王的龙子,他看中了这条大河,想夺过来作为自己的领地。 幸好四奶奶及时出手,让他没有得逞。 四奶奶淹死后,金里把他的魂魄接到水晶宫里小住两天。 当他得知众人要将菜花送给胡家当同养席时,跪下来哀求金里搭救。 金里让他安心去投胎,自己则来附在四奶奶的身体上,抚养菜花。 这样一说,很多怪事都解释通了。 菜花出嫁后不久,四奶奶就死了,村民们把他葬在后山上。 古时候,有一个农夫姓陆,排行第五,人称陆五郎。 虽然他排行五,却是家里的独苗,上面有四个姐姐。 四个姐姐都嫁得不错,特别是三姐,嫁给了古秀才。 前几年,古秀才考上进士当了县官,最近升任知府。 古三姐回来看望父母,看见房子破旧了,和姐妹们一商量,大家凑了一笔钱,给陆五郎建造新房。 姐妹们根据自己情况,多少不限,古三姐出大头,一共凑了五百两银子。 陆五郎觉得原先的住址风水不好,带着风水先生重新选了一个好地方。 这个地方环境幽静,前面是大河,背后是青山,左边不远处是一眼山泉,泉水清澈,常年不哭,事与饮用,根本不像原来,跑老远挑水喝。 风水先生认为这是福地,等陆五郎画好了地基,要了五百个铜板的费用。 陆五郎买好材料,请来工匠,择日开始动工,建造了两进两出的大宅院。 到了乔迁之日,亲朋好友都来祝贺,陆五郎大摆酒席,从中午一直喝到月亮升起。 宾客们散去后,陆五郎喝得鸣鼎大醉,老婆嫌弃他酒气冲天,把他赶到片房独自睡。 陆五郎嘴里嘟嘟囔囔的,来到片房,等到老婆铺好床铺后,他迫不及待地倒在床上,连衣服鞋子都没有脱,不一会就打起了憨声。 忽然,有人推散他,喊道,陆五郎,快起来,娘娘召见。 陆五郎抬起头来,只见眼前晃动着几个人影,他嘀咕道,烦不烦啊,还让不让人睡觉啊? 翻了个身,又打起了憨声。 那几个人又呼喊了一阵,依然喊不行,索性拿来一根绳子,将陆五郎捂花大绑,抬了起来。 不一会,到了一座大殿,把他扔在地上,泼了一碗冷水。 陆五郎惊醒过来,发现自己被捆得像个粽子似的,大呼小叫起来,谁干的? 这是怎么回事? 上来两个宫女,将她扶正按着头跪在地上,正前方传来一个声音,大胆狂徒,到了我的寝宫,还敢如此大胆? 左右,给我狠狠地打,只听宫女答应道,尊命,娘娘。 接着拿起丝绸编织的鞭子,抽打起来。 别看丝绸软软的,打在身上钻心的疼痛。 陆五郎的酒早就醒了,他暗自奈闷,自己一个山野村夫,怎么会到了皇宫里? 还被娘娘训斥,这是哪个娘娘? 先别管是哪个娘娘,求饶要紧。 陆五郎大喊道,娘娘饶命,草民知错了。 娘娘吩咐道,这丝终醒了,给他松绑。 上来两个宫女,把他身上的绳索解开了。 陆五郎这才发现,四周站满宫女,想来她是被宫女们绑来的。 他赶紧跪下,偷掩网上瞧,只见宝座上端坐着一个漂亮女子,凤冠侠配,很是雍容华贵。 只听娘娘说道,你住在我的寝宫旁,也算有缘,我这里正好少个马夫,不如留下来帮我喂马。 有宫女上来,把她带到后院马槽,只见拴着十几匹好马。 陆五郎给马槽里添加草料,从井里打水倒进马槽里,忙个不停。 忽听一声,雄击高明。 陆五郎醒了,发现躺在床上,觉得身上疼痛,解开衣服一看,布满边痕,泛着血丝。 他也不以为意,认为是干活时不小心被树枝扫的。 可是,到了第二天晚上,他又梦见宫女来喊他喂马。 自此后,每天夜里,他都去喂马。 过了五六天,他觉得不对头,赶紧把道长请来。 道长查看了一下,说道,屋后是一座地墓,埋着汉朝的一位娘娘,你还是搬走吧。 原来,这位汉朝的娘娘,生前得罪过不少权贵,死后担心被掘墓,建造了一座地下墓室,陪葬了许多宫女和马匹。 恰巧陆五郎的房子离坟墓不远,他就把陆五郎捉去当了马夫。 其实,他是用这种办法赶陆五郎离开。 陆五郎只得又搬回了老屋。 他刚搬走,房子就自然起来,烧成灰烬。 过了两天的半夜里,陆五郎听见院子里传来响声,起来掌灯查看,只见地上有不少银子,捡起来清点树木,正好是他建房的花费。 故事后,春节刚过,有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冯小生,到寺庙里烧香拜佛。 出来后,看见寺庙门前驶过一辆马车,后面跟着一个丫鬟,也不知是哪家大户小姐打此路过。 忽然,车帘掀开,露出一张俏丽的脸庞,目不转睛地盯着平小生看。 冯小生也看呆了,觉得这个女子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美妙人,心脏不由地剧烈地狂跳起来,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 直到马车不见踪影了,他还没有缓过神来。 从此后,冯小生有了心事,脑子里尽是女子的面容。 从女子的眼神里,他也看出女子对他心有所属。 可是,他不知道这名女子是谁家的闺女,多方打听,也没有结果。 要是知道女子是何方人士,他就可以委派没人上门提亲。 不知道他是谁,屠呼奈何? 恰巧冯小生有个远方表亲胡适,是个巫婆,会一些旁门左道之术。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,冯小生找他帮忙,算一算女子是谁。 胡适年轻时受过冯家不少恩惠,自然愿意相帮。 胡适苦笑着说,小哥,单凭你几句话,我可没法算出女子是谁,除非我见过她的容貌, 有可能帮你想一些办法。 冯小生想了想,说道,过一段时间就是清明节,劳驾你跟我去踏青,兴许能碰见她。 那时候,不少大户女眷,清明时节,都喜欢到郊外踏青,成为时尚的风俗习惯。 那女子极有可能也会去踏青,只要她去了,就不愁认不出她。 胡适答应下来,约定到时候冯小生来喊她。 转眼到了清明节,冯小生约了两个文友,喊上胡适,一起到郊外踏青。 一路上,男女老幼相邪而来,欣赏这满眼春色。 冯小生却无心欣赏景色,她站在路口,眼睛不停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搜寻。 忽然,一个小姐被丫鬟搀扶着从面前路过,冯小生惊喜地发现,正是她思念的那个女子,不由地吃了。 女子看见冯小生盯着她看,她也火辣辣地看着她,脸上飞起红霞,娇羞地飞快走过。 那时候,碍于礼节,陌生男女是不能轻易地搭话的,冯小生也不敢过于唐突,只能痴痴地看着她的背影。 几个人都不认识这女子是谁。 回来后,冯小生问道,老姐姐,你可以算出来她是谁家女儿吗? 胡适笑着说,我没这本事,算不出来。 不过,我有其他办法。 冯小生急忙问是什么办法? 胡适说,我看出她对你也有情意,就充当一次媒婆,利用法术,撮合你们吧。 好在这是做好事,不会遭到天谴。 说吧,她画了一道符,口念咒语,手一扬,符纸变成一只鹦鹉,飞走了。 那女子忽然看见一只鹦鹉飞到窗台上,惊喜地来捕捉。 鹦鹉飞到她的身上,猛然不见。 于是,女子病倒了。 这名女子姓米,辱名小雅,本来跟着父亲在任上居住。 最近父亲的任期满,等候吏部重新安置,故此回老家居住。 好多人不认识。 小雅忽然病倒了,不言不语,卧床不起。 家人急坏了,急忙请来郎中诊治,吃了不少药,却不见好转。 转眼过了三个月,眼见闺女一直昏迷不醒,米官员焦急万分,张榜告示,谁要是治愈她的女儿,青年才俊纳为东床家序,年长者赏银千两。 告示贴出后,大家奔走相告。 狐氏得到消息,对冯小生说,米家小姐就是你看中的女子,你去给她治病,自会洗劫良缘。 冯小生惊讶地问道,我不会医术,怎么救治? 狐氏说,我给她下了相思咒,你只要出现在她面前,她自然会醒来,看见你就像看见朝夕相处的老朋友。 冯小生一言去了米府,说是能治好小姐的病。 米家丫鬟带着她去了小雅的闺房,小雅忽然醒来,对她默默含情地微笑。 后来,米官员兑现诺言,把小雅许佩挤了冯小生。 两人结婚后,琴瑟和谐,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清朝顺治年间,浙江上渝县有个举人名叫金里德,生得俊秀,颇有文明,娶妻济世,夫妻二人十分恩爱。 这一年,到了大笔之年,金里的进京赶考,走到会计县时,听说县里有个梅姑祠,顺道去庙里参观。 两百多年前,梅姑很早就许佩吉许三郎为妻。 转眼间梅姑长大成人,两家定下婚配之妻,准备完婚。 那知道许三郎福博命前,突然的疾病死了。 梅姑伤心大哭,立志坚守。 父母家人都来开导她,她还没有嫁过去,没有必要守节,做人不要这么拘泥,趁着青春年少,赶紧找个人家嫁了。 可是,梅姑根本听不进去,父母只得医她。 转眼到了三十岁的时候,梅姑生病去世了。 族人们为了嘉奖她,立辞纪念,顾此庙语称为梅姑祠。 金里的一进梅姑祠,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激荡起来。 她看着梅姑的神像,恍惚坚决地眼熟,似曾相识,却又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。 心里不由地哑然失笑,梅姑是两百多年前的人,她是第一次来会计县,怎么可能见过她? 不过,她对梅姑的始至不渝,倒是赞叹不已,当即赴诗一首,予以纪念。 当天晚上,金里的住在一家客栈里。 半夜里,她忽然梦见一个丫鬟走进来,说是梅姑有请,让她过去续话,金里的欣然而去。 到了梅姑祠,只见梅姑站在屋檐下迎接她,笑着说,一晃二百年过去,郎君别来无恙。 金里的疑惑地问道,我也觉得你面熟,难道我们以前真的见过? 梅姑笑着说,你经历三次转世,当然不记得以前的往事了。 不像我,一直活在前世里,忘不了你我之间的情谊。 原来,金里的就是许三郎第三次的转世之身。 许三郎和梅姑定下婚约后,逢年过节,都要拎着礼品去拜访梅姑的父母。 因为两人已经定下婚约,故此梅姑也不避嫌,出来相见续话,彼此情意深长。 这也是金里的一看见梅姑的神像就内心激荡的原因。 两人坐下序话,说起往事,梅姑泪水连连,不由地抽气起来,说道,狼君转世为人,夫妻团圆,享尽人伦之乐,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苦忌。 神仙的寂寞,使人是很难理解的。 金里得赶紧劝慰。 梅姑说,你我既然相见,也是缘分使然,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走了。 我要你留下来,和我结为夫妻,重续前缘。 金里得惊讶地说,人神两格,你我又怎能在一起? 何况我已经有了七事,十分恩爱,恕我不能答应。 梅姑泪羞羞地说,亡我为你守节,你却有了心人忘了故人。 以往我是凡人,对于你的生死,无能为力,现今我成了神,可以掌控你的生死,这事由不得你。 金里得说,正因为世人敬佩你守节,才敬你为神,香火供奉。 你如果和我结为夫妻,不就是亲手打碎了贞洁的形象吗? 不是辜负了世人对你的敬重吗? 梅姑任性地说,我不管,我宁愿不当神,宁愿不要这些虚名,也要爱情。 金里得剑说服不了他,生气地告辞走了。 梅姑追出来说道,我准备好了,就来接你。 当天晚上,附近的人们都做了同一个梦,梦见梅姑说,金里得是我的丈夫,你们给她立个神像吧。 第二天,大家都去找组长,组长说,这是什么事啊? 这不是毁掉了梅姑的贞洁名声吗? 组长不同意给金里得立神像,当天下午,全家人都病倒了。 组长知道这是梅姑惩罚她,只得屈从,带着人追上金里得,把她拉回来,按照她的模样,雕塑了神像,立在梅姑的神像旁。 金里得的神像刚立上去,组长家人的病都好了。 金里得知道难以逃脱,也不去赶考了,赶紧回家,哭着对记事讲了缘由,叮嘱她保重,把孩子抚养成人。 记事哭哭啼啼的,不愿让她走,却又无能为力。 当天晚上,金里得穿戴得整整齐齐的,说道,梅姑来接我了,我要走了。 于是倒地死去。 记事非常伤心,她痛恨梅姑夺走了她的丈夫,跑到梅姑祠,指着梅姑的神像贺骂,越骂越气愤,索性爬上神座, 伸手抽了梅姑神像一巴掌,财气羞羞地回去了。 这是一篇因果报应的小故事。 表面上讲述了因果报应的迷信。 其实,故事的本质并不是宣扬迷信,而是告诫做人要诚信,切不可欠账赖钱,更不可做亏心事。 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法律管束外,还有道德名声的管束,更有一种看不见的宫廷法则在行使管束的权利。 关于孩子讨债的说法,民间里甚为流传,但凡孩子调皮不听话惹了祸,家长都会抱怨说,孩子是个讨债鬼。 正所谓,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种莎士比亚,同样的一个故事,从中看到什么,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能力。 还是自己细细地揣摩吧。 好了,开始今天的聊斋故事。 话说明朝时期,山东新城人王向前,官至大司马,人称王大司马,大司马其实就是兵部尚书。 他的府上有一位管家,专门帮王大司马掌管前两往来账目。 这个管家家里非常富有,富有到哪个地步呢? 这么说吧,那些官宦之家,有封地和爵位的达官显贵,也未必比得上他家。 这一年,管家的老婆怀孕了,到了临产期,管家就守在家里寸步不离。 这一天晚上,管家忽然梦见一个人跑进来,说,你还欠我四十罐,该还我了。 管家好生奇怪,这人不认识啊,怎么会欠他的钱呢? 就问他,你是谁? 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? 我怎么不记得呢? 那人也不答话,只管往内室走去。 管家大呼,你好不懂事,内室是家眷住的地方,岂能乱闯。 他急忙站起来追赶,忽然就醒了,原来是做了一个梦。 这个时候,就听里面丫鬟婆子大呼小叫盲成一团,夫人要生产了。 过了不久,一生婴儿啼哭声刺破夜空,婆子出来报喜,生了一个带把的。 生了儿子,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,可是管家却高兴不起来,因为刚才的梦太怪异。 儿子分明是来讨债的,看来这是上辈子留下来的欠账,这辈子偿还。 于是,管家拿出四十罐钱,专门放置一间屋里,专款专用。 只要是儿子的花费,吃饭穿衣,看病抓药,都从这里面开支。 时间一晃,就过了三四年,屋里的四十罐钱,用的只剩七百文了。 这一天,奶娘抱着孩子在一边玩耍。 管家闲来无事,就招呼儿子过来,抱起来亲了亲,开玩笑说,小宝贝,四十罐钱快用完了,你也该走了。 话刚说完,就见儿子的脸色忽然变得惨无人色,脖子向后一仰,眼睛一翻,不动他了。 管家急忙去摸儿子的脉搏,已经没有了动静,死了。 管家急忙给儿子办理丧事,请和尚超度,送上山掩埋。 等到丧事办完,屋里的钱刚好用完,一文不多也一文不少,真正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。 这件事传出去后,那些喜欢欠账的人,担心被来是讨还,都不敢再欠账了。 因为种下什么样的,因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,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,也没有白的的钱财。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。 有一个老汉,老婆不会生育,就娶了两房小妾,无论怎样努力,就是怀不上。 一直到头发花了,胡子白了,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。 他心里非常苦闷,还以为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,这辈子遭到报应,就去一个寺庙里,找到一个得到高僧,寻求化解之法。 高僧笑着对老汉说,因为你上辈子太讲信用了,既没有欠别人的钱,也没有别人欠你的钱,你怎么会有孩子呢? 所以,按照迷信的说法,生了一个好孩子,那是上辈子做了好事,他来报恩的,生了一个坏孩子,那是上辈子欠他的,他是来讨债的。 这篇故事读完,小编其实很不理解,就算因果报应存在,这种超生的办法讨债,会不会小题大做? 仅仅为了四十罐钱,跑来投胎,当了四年儿子,花完四十罐钱,就走了。 树木是清楚了,管家一家人抚养孩子,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怎么算呢? 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怎么算呢? 亲情怎么算呢? 狮子的痛苦怎么算呢? 按照故事里的观点,生孩子都是为了还债和报恩的,那么人生就是一本算不清的账,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由欠账和还账组成的网络,还有什么人情未可言。 故事后,山村里有一户幸福的人家,原本是大户人家。 十几年前,当地遭逢战乱,福家跟着百姓逃难到北方。 两年后战乱平定,福家回到老家,房产毁于战乱。 自此后,福家日渐衰落,陷入贫困。 福家的儿子福善举是个读书人,一心苦读。 这一年参加考试,中了举人,门庭一下子显贵起来。 县令爱财,资助了三百两银子读书,家里也宽裕起来。 福善举想选个黄道吉日,好好祭奠一番祖先,一盘算,奶奶的坟墓还在外地,必须先把奶奶的坟墓迁回祖墓里。 福家奶奶死在逃难途中,葬在北方某地,因为路途遥远, 加上家境拮据,一直没有把坟墓迁回来,也很少去扫墓。 福善举跟着父亲去祭奠了一回,父亲死后,七八年没有去拜祭过了。 如今手里有了活钱,是到了把奶奶的坟墓迁回来的时候了。 福善举经过一番准备,带着族人去了北方某地,把奶奶的古事取出来,参丰露宿,十几天后回到了家乡, 隆重地葬在了爷爷的坟墓旁边。 当晚,族人们酒醉饭饱回去了,福善举也醉熏熏地睡去。 刚入睡,就梦见奶奶哭哭啼啼地责骂说, 糊涂孙子,你做得好事。 原来,福善举牵错了坟,把奶奶坟墓附近的一座野坟勿迁了回来。 这座坟墓里埋葬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子,爷爷在阴间本来和奶奶还经常见面,今晚有了这名女子,她竟然不开门,喝至奶奶以后不要再来了。 奶奶大哭着说,你给你爷爷找来新欢,可曾考虑过奶奶的感受。 福善举被奶奶哀伤的哭声,弄得心里也很悲伤,不由地哭着说,奶奶,对不起。 纯属误会。 妻子将她推醒,擦着她眼角的泪水,问她哭什么。 福善举就把梦中的情景讲了,两人唏嘘一番,相继睡去。 第二天上午,福善举赶紧把女子的坟墓迁到别处。 又带着人,风餐露宿,去把奶奶的坟墓迁回来,烧纸告罪一番。 转眼一个月过去。 这一天晚上,奶奶又来托梦,哭着说,你爷爷真不要脸,总是跑去纠缠那个女子,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一把鼻涕一把泪,哭得很是凄惨。 福善举醒过来后,再也睡不着了。 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,决定去女子坟墓前祷告。 第二天一大早,福善举带着祭品来到女子坟前,烧纸祷告,让她放过爷爷。 到了晚上,福善举忽然梦见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走进来,说道, 我就是那个被你从外地牵过来的女子,姓威,归名春妮。 原来,女子也是死于逃难途中,因为是未出嫁的女儿,家里没人来祭奠她,成为一座野坟。 春妮说,我收到你的祷告,你冤枉我了。 不是我要纠缠你爷爷,而是你的爷爷纠缠我,我一个弱女子,人生地不熟的,徒乃其合。 为今之计,你帮帮忙,把我牵回祖籍,彼此都可以图个清静。 福善举答应下来,记下了地址。 天亮后,福善举请人帮忙,挖出春妮的古事,装在盒子里,坐着马车,到了威家。 威家老一辈人都不在了,威家后人听说后,将信将疑。 到了晚上,春妮托梦给她哲儿,她哲儿这才相信,把她葬在后山。 转眼半年过去。 这一天,春妮的哲儿忽然造访,福善举热情款待。 九过三旬,打开话匣子,福善举这才知道客人的来意。 原来,福善举的爷爷,妾而不舍地纠缠着春妮,闹得春妮不得安宁。 春妮思前想后,只得托梦给哲儿,干脆嫁给福善举的爷爷做小妾得了。 春妮的哲儿这次来,就是商量举办殷婚的事情。 福善举找到阴阳先生,让他询问爷爷的意思,爷爷也很高兴。 于是,在阴阳先生的指点下,福善举给爷爷和春妮举办了阴婚,把他的股市迁到爷爷的坟墓旁。 当天晚上,福善举梦见了爷爷举办婚宴的场面。 爷爷穿着新郎服装,满面笑容帝带着新娘给客人敬酒。 而奶奶,落寞地坐在角落里,暗自垂泪。 醒来后,福善举心里涌起一阵惆怅,想不到签错坟,签出这么多事情。 他扪心自问,也不知道给爷爷那妾这件事情,办得到底对不对? 不高山的东边山脚下,独门独户地住着一户姓水的人家。 女主人身体不好,常年吃药,导致家里一贫如洗。 天天家里出了一个聪明的娃叫做水财高,这一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,考上了县城一中。 这是要是搁在别人家里,必定是欢天喜地,但是水家却愁眉苦脸,因为没钱,交不起学费和食宿费。 水财高的父亲该借的借了,该想办法的想了,但是还是没有凑够数,差一千多元。 这一千多元对于别人家可能不算什么,但是对于一贫如洗的水家,无异于天文数字。 无奈之下,父亲劝水财高不要读书了,回家帮忙种地。 可是水财高不愿意,一天晚上,坐在场地上哭泣起来,哭得肝肠寸断,把心里的憋屈全部倒了出来。 正哭着,忽然传来声音,小朋友,小小年纪,怎么这么伤心呢?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,说给我听听。 水财高抬头一看,月光下,站着一位慈祥的白胡子老爷爷,就将自己遭遇的难处说了。 白胡子老爷爷笑了,说道,我当多大回事,没关系,我来帮你一把。 他从手上取下一个玉手镯递给水财高,说道,我手头没有献钱,把这个拿去换钱,够你读书了。 说完就走了,水财高拿着玉手镯,冲着白胡子老爷爷的背影高喊,老爷爷,谢谢你。 水财高的父亲拿着手镯到了县城珠宝店里,经过专家鉴定,品相极佳,卖了八万。 从此后,水财的困境得到缓解,这些钱除了供水,财高读书,还被水财拿来倒腾小生意,日子渐渐阴时起来。 水财有心报恩,可是打听了好几年,跑遍了附近好几个村落,都没有找到白胡子老爷爷。 水财高一路书读下来,考上了大学。 大学毕业后,水财高工作了几年,手里有了积蓄后,果断地回老家创业,开发布高山,办起了果园和野猪养殖场。 经过几年奋斗,取得了可喜的成绩,发了财。 这一天,水财高询是果园时,忽然看见吴老汉拎着一只笼子,笼子里有一只小狐狸。 这个吴老汉是布高山野生动物的克星,专在山里下套,逮野兔,狗欢子和野鸡,来换酒钱。 今天凑巧套住了一只未成年的小狐狸,心里美滋滋的,狐狸比其他动物值钱,可以换点好酒喝了。 笼子里的小狐狸哭叫着,声音充满绝望的哀伤。 水财高听见后,心里一紧,不由地想起二十年前的夜晚,自己独自坐在场地上哭泣的情景。 狐狸虽然是动物,可是动物也有情感的,它这么小,就要面对杀戮,实在是可怜。 水财高心中涂增一股慈悲之情,决定买下小狐狸放生。 他拦住吴老汉问卖多少钱。 吴老汉笑咪咪地说,你是有钱人,得多给点,别人可以一千,你怎么着也得一万。 水财高知道吴老汉是指认钱的无赖,懒得与他计较,回家拿了一万元钱,连笼子一起买下。 他拎着笼子里的小狐狐狸,向不高山走去。 刚到山脚下,就见一名白胡子老头急匆匆地迎面而来,看见笼子里的小狐狸,急忙对水财高说道,感谢搭救之恩,莫尺不忘。 水财高却认出,此人就是二十年前赠给他玉手镯的白胡子老爷爷,急忙喊道,老爷爷,我终于找到你了。 白胡子老头也认出了水财高,感慨万千。 他说,小狐狸是他的小孙儿,比较调皮,今天擅自出来,不想中了套。 他听闻讯息,才急急忙忙追赶过来,想营救孙儿。 水财高文言一愣,白胡子老头呵呵一笑,说自己是得到多年的狐狸精,当初见水财高哭得伤心,才出手相帮。 没想到,却是在帮自己。 说完,摇身一变,变成一只大狐狸,带着小狐狸隐没与山林里。 水财高感叹不已,要不是老狐狸当初帮他,让他一直怀着感激之情, 他也可能不会心怀善念,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冷漠的人,更不会出一万元救小狐狸。 种下善因,必然就会结出善果。 老狐狸说得没错,他帮水财高,其实是在帮自己。 水财高在想,他救了小狐狸,也是无意中帮了自己,帮自己了却了报恩的心愿。 说话是一门艺术,与人相处也是一门艺术。 但是,偏偏有一些人,只图嘴上快活,不顾他人情面和感受,让人下不来台面,记恨于心。 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,不到黄河不死心,只有吃亏上当了,才会幡然醒悟。 好在吃一欠长一智,生活往往能交给人智慧。 故事后,书生方骄傲持财傲物,狂放不羁,常常得罪人于不经意见。 他有个铜窗旁大吹,这人文才很差,路子却很广。 他贿赂学政官员,在乡市中高中举子,于是大摆宴席庆贺。 因为方骄傲很有文明,只不过他刚巧在守校期间,故此没有参加乡市考试。 庞大吹便请文人骚客赋宴,怎能少了方骄傲。 就席上,公愁交错之间,庞大吹拿出考试的文章,让大家评判。 大家都逢场作戏,看了文章后,大家吹捧,一美之词不绝于耳。 方骄傲看了文章,冷笑几声,指出十多处不足,出言讥讽庞大吹靠银子中了举人,与财学没有丝毫关系。 他这话一出,举作哗然,好多人上前打圆场,让他嘴上留情。 可是,方骄傲的倔脾气上来了,加上喝了一点酒,口无遮拦,说话越发难听。 庞大吹脸上挂不住了,贺令家仆将方骄傲推了出去,大家不欢而散。 庞大吹丢尽颜面,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,带着几千两白银,骑着快马,跑到恶鬼风上去了。 这一天晚上,方骄傲看了一会书,困一袭来,于是脱衣睡下了。 这时,他猛然听见屋外有人呼喊他的名字,是一个女子的声音,具有很大的诱惑力。 他喊道,方骄傲。 他刚想答应,心里却又转念,身更半夜里,怎么可能有女子喊他? 莫非出现幻听? 方骄傲没有理会,翻身又睡了。 不一会,声音又响起,一连声的呼喊,似乎像是母亲的声音。 他刚想答应,转念一想,母亲为何深更半夜里喊他? 他起床打算从窗户里观望,看看是不是母亲。 这时,母亲的呼唤又响起,而且声音显得很急促,方骄傲心里一急,张口就要答应。 猛然听见地动山摇的一声响,他冲到窗前观看,只见月光下,两名金甲神人手持宝剑,正在和一个奇形怪状的人打斗,那声巨响,就是兵器撞击在一起的声音。 那人敌不过两名神将,狼狈逃窜而去。 两名神将向门口走去,方骄傲以为神将要进屋,急忙打开门,却发现两名神将已经不见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方骄傲跑到母亲的卧室里请安,讲述了昨晚遇见的怪事。 母亲大惊,急忙打开门,在窗户附近发现了一个小桃木人,上面刻着生辰八字,正是方骄傲的。 母亲神色凝重地说道,这是招魂术,只要你答应一声,魂魄就会被拘走。 幸亏你没有答应,还能吃饭睡觉,还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,否则性命难保。 方骄傲说道,要不是突然来了两名神将,我已经答应了。 母亲看了看门上贴的神书,玉蕾的画像,说道,这是门神在保佑你。 方骄傲走近一看,两名神将的模样,果然和神书,玉蕾一般无二,当即打工作一说道,晚生多谢两位神将的保佑。 母亲问道,你到底得罪了谁? 竟然对你下如此毒手? 方骄傲想了想,虽然他无形中得罪过不少人,但都不至于索要性命,看来只有庞大吹有这种可能。 事情确实是庞大吹干的,他到了恶鬼风,花仲金找到巫师,让他对方骄傲施展招魂术,害他性命,出一口恶气。 方骄傲的生辰八字,他从媒婆那里打听到的。 方母曾经委托媒婆给方骄傲说亲,故此媒婆手里有他的生辰八字。 但是,方骄傲虽然推测出了是庞大吹干的,却苦于没有证据。 为了消除庞大吹对他的仇恨,他便请德高望重的老者和名流,当面向庞大吹道歉。 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和名流,纷纷从中说情。 庞大吹挽回了颜面,原谅了方骄傲,抛弃了前嫌。 这以后,方骄傲有所收敛,再也不会直言不讳了,懂得委曲求全,说话委婉了许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